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委员会当中也要没事 也要结案了 他的理由是立委有言论免责权 当立委 正好还可以编故事 拨板面都没事 另外呢 中国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来台湾 和媒体高层大谈服貌 结果媒体都只关心阿基斯的39分钟做了什么事 另外立法院再一次的咨询国民党的党产 内政部长神回答 他说 国民党的党产本来就是要用来选举的 这什么意思呢 需要买票吗 需要到600亿到800亿的党产吗 还有就是张庆中委员 30秒完成服帽的审查 手无寸点的学生抗议遭到报警袭击 检方全面的侦办学生 却查不到半个施暴的警察 指挥官方养宁高升 行政院长江一化爽退还自肥 留下171个跑法院的可怜年轻人 这是什么事件 好 讲到活摘器官 这件事情在两个星期前 在立法院还闹得沸沸扬扬 大党边还开记者会 那选完了 悄悄的 好像器官就不见了 那观众朋友就听了一堂这个聊摘致意 好像僵尸复活 到底怎么回事 立法院还有人在关心这事吗 委员 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的这一个所谓的这个医师公会的伦理委员会 它不在立法院里面 现在当然立法院里面已经没有人在谈 柯文哲有没有强摘器官这件事情 因为这事情后来证明从各种迹象看起来是一个假议题 而且显然是选举过程中想要打击别人的假议题 现在被证明是 现在换成这个当初指控的这几个立委 当初讲人家的这几个立委 现在是换人家过来反论他 这就是医师的这个会 因为本身苏清泉他是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人家就说你怎么可以当不分区立委 然后这样子伤害一届 所以一届的反扑 希望他很多人连署叫他辞掉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那这个医师公会的伦理委员会 昨天好像钻针对这事情来讨论的时候 最后没有要求他辞职 这种事情在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 应该还排不上嘛对不对 大家应该不会为这种咨询的内容去 文正兄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 是由这个纪律委员组成的 这假的 纪律委员就是每一个委员会的招委一起组成 那基本上国民党委员占半数 所以苏清泉的这个言论 要被纪律委员会处罚的可能性几近于零 除非国民党立委突然良心发现 认为说就算是国民党只派苏清泉 要去讲这个话 那也应该要处罚苏清泉 但是我认为这样的情形在目前是不会出现 我补充一下 他是在那个 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除了言论免责权之外 你知道他还狡辩什么你知道 他说我是针对这个器官的这个捐赠 就是有点涉及伦理还有这个道德问题 然后他说我也不相信有这个事情 我也不相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意思是说 我并没有说有人谁一定这样 而是我也有质疑我也不相信 所以呢 他一直说他站在质疑的立场 对 对说他不相信有这种事啦 所以这样子就没事了 而且我觉得其实讲说立法院 所谓立法委员言论免责权 应该指的是 因为他条文是说对外不负责任 但是事实上讲的是一般 一般人认知的是法律责任 所以不会受法律的处分 可是依这个医师公会的伦理委员会是在伦理上来讲 法律归法律 如果是这样要就法律这个来处分 那当然是有毁报 那当然是法律来处理啦 那伦理委员会处理的应该是法律之上 所以我觉得其实 我本来以为只有立法院会喬事行 我觉得是医师公会也有喬事行的 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影响是 现在很多一届人说要求这个医师公会 以后要 理事长要直接选举 因为他们现在是每一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就选 地方的那个理事长到全国去选 然后有每一个地方有派几个这个代表 然后到全国去选 所以它是一个间接选举的模式 那间接选举的模式有时候会比较容易有偏差 那如果是直接选举的话 很可能输去选以后就选不上 OK 在一届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人很不服气 有个叫医劳盟的这个理事长 他本身也是医师张志华医师 我们想问问看他 他对于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那导播帮我们拨这个电话 如果好的话告诉我们 那另外我想说 这件事情对于在立法院来讲 会不会立下一个很不好的潜力 就是说等到选举的时候 这些不分区的就恩惧党义 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 就会出来担任打手 之所以您有这个顾虑 这不是第一次 当然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 为什么 因为之前就有宇昌安 宇昌安请问一下 当初执询这个刘亦如的这些立委 有没有事情 那刘亦如用这样的方式来打 用这样的方式来提供资料 有没有事情 也没事啊 这是因为大家觉得 实随之位 有效 好用 而且免责 所以说他觉得 可以大家拼命这样用 所以我可以这样断定 这个苏宁权这个案子 不是最后一次 OK 我们线上是一劳盟的理事长 是张志华医师 张医师您在线上吗 对你好 你好 你怎么看这个 全国医师公会的 伦理委员会的决议 我们觉得很离谱 就是应该是跟大家 就是一直我们全国有四万多名 跟大家的想法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是违反 那个伦理规范 可是很奇怪 就是在全联会的伦理委员会 做成的决议是说 那个苏立委有言论免责权 可是我们在意的不是他立委的身份 在发言 我们在意是他是代表一届 四万多名医师在发言 可是他的很多次的发言 都是违反我们伦理 所规范的一些专业的原则 所以你们会有什么后续行动吗 还就认了 没有我们当然不会认了 我们是希望说 那个可以理事长 跟李建世的选举 因为现在都是间接的嘛 假如可以的话 就是改为直接名 就是直接选举 所有的只要是工会会员都可以选举 对不对 但是要修法 进抢当也不会太难了 但是要修法不是更难吗 对 要修法是 前提就是 我们一直呼吁说 其实不是每一个工会的李建世 都是认同苏理事长的言行 里面还是有一些可能敢怒不敢言 或者是我觉得也不会是很少数 我们是鼓励这些比较有希望改革的这些李建世可以发出声音来 我们一定会成为他们的后盾 张医师谢谢你 感谢你 另外我们也很好奇想说 这个全国医师工会的伦理委员会是怎么做成决议的 那导播我们也来试着打给这个医师工会的秘书长 蔡明忠蔡医师 我们来看看到底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决策的过程 所以您的电话接通的时候也请您告诉我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刚才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我不知道杰明 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是设不设设论理 我应该这么说 当一个医生他进入到立法院的时候 其实他的言语内容 除非他是在立法院去表达对医学的关心 或者是有法律 或者是立法跟医学有关 他当然去做说明 但是如果遇到选举的时候 不要忘记他们其实是政治的身份 那么政治的身份的话 基本上是以政治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我的看法是说 当然医院这个医生他有这个轮理 他要去说他的话是如何如何这般这般 我倒觉得那是可进行的 可是我们另外角度来说的话 他是在所谓政治活动上面去说了 用医学的方式来扭曲一个政治活动 目的只是为了意图某些人不希望去当选 所以其实面对这样的议题的话 应该左眼里也是在柯P 如果柯P认为说 他这个行为是有政治意图 那就去告他 但是柯P现在态度是不再做告的 所以我比较拼呢 就用政治行为去理解 好 现在这个医师公会 全国医师公会的秘书长蔡明忠 蔡医师在线上 蔡医师你好 你好 蔡医师好 我们是政经现实P的节目 要跟你请教 我想大家都在关心嘛 也成为这个报纸的 很重要的一个新闻 就是苏金泉理事长 他被送这个伦理委员会 那当初是怎么送的 是有人检举吗 还是你们内部自己提报的 应该这样讲 苏金泉理事长在立法院的发言 那我想也引起了一些的关注 那因为医劳盟正式来文到医师公会 所以他们检举的 所以是医劳盟检举的对不对 医劳盟你要说他是检举他是正式来文 那希望我们针对理事长的这些情形 那他们觉得要撤销理事长的职位 要请他辞职 那这样子的事情 那理事长的才是 那就交给基睿伦理委员会 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处理 对 好那基睿伦理委员会 最后的决议是 没事 那我们伦理委员会 在这个事件上 因为有医劳盟的一个罕见来 同时有台中市医师公会 跟云医县医师公会的来文 所以我们就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将立法院 包括廖国栋委员 包括苏清权委员 包括在会中主席的 所有发言的这个影片 对 以及立法院所公布的逐字稿 对 再加上有专家去 这个我们这几个道理 医学道理的说明书有来函 再加上我们理事长的一些 他的声明的文件 把这些文件全部备妥 换句话讲 我们就把这件事情 从开始还原了以后 让所有的伦理及纪律委员会的委员 来根据我们所拿到的这些 实际的这些资料跟证据 来看看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理事长苏清权立委 他的发言情况究竟为何 对 后来你们的决议是说 他说的这件事情 是不实的吗 还是说你们认为内容没有问题 我可以在这边再把我们的 伦理及纪律委员会的结论 跟大家报告一下 第一点就是说 苏清权立法委员 与立法院之质询 受宪法言论免责权范围的保障 对 非本委员会得以评论 第二本次事件造成一界冲突 及部分人士内心不悦或误解 苏理事长已先后在全联会的 国际事务委员会 以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 诚致了道歉 第三感谢一劳盟 台中市医师公会 及云宁县医师公会 来含指证与边策 本委员会会践行理事会 督促苏理事长谨慎发言 以上三点是 伦理及纪律委员会的结论 蔡医师我请教你 但是在理事公会的过程当中 所有委员会的结论 都要送到理监事会 理事会来做final 蔡医师我请教一下 我们就谈第一点 我想刚刚第一点提到的 这个言论免责权 其实言论免责权 讲的是形式上的 豁免权 就是没有法律责任 所以并不代表 但是伦理委员会讨论的 应该不是法律责任 应该是伦理责任 所以今天很简单的 我们今天就是针对 他所有的发言 去看他的录影带 去看所有立法院 所展现出来的组织稿 再加上这些东西 让委员去判断 对 可是我要那个蔡秘书长 我请教 他们有没有违反 医师伦理纪律的一个地方 所以你的结论是说 他没有违反 医师伦理嘛 不是因为他有刑事豁免权嘛 对不对 不是因为他有 联论免责权嘛 这是两件事情 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 我应该实际上跟你报告 那在这边 有几个文言提出来 这个里面 他并没有 理事长在 他立委的质询当中 他连续说了五次 他不相信台大 会做这样子的事情 在这里面 也没有发现有直接的证据 证明理事长有所谓指出 强灾器官的这种情形 但是我们很了解的一件事情是 这个理事长自己也发表声明说过了 在这样子的方式 以这样子的议题 在这样子的时机点 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表达 是否躲当 这个东西基本上 他对着这种时机点 他对这种时机点的错误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有第二项说 这件事情造成一切冲击 其部分人是内心不悦或误觉的话 他会道歉的原因 是针对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选举的 氛围的情形之下 应该来讲 这个时间点的方式会怎么样 他觉得他有去检讨的必要 所以针对未来伦理的问题 理事长也做了指示 他未来不会这样 针对人的问题 他不会去做 当然这种事做一遍就够了 不可能有未来 蔡秘书长 我请教你 你刚刚说 那个苏西也认为说 他不该用这种方式 不该在这个时机 讲这样的内容 他说的方法是 这种方式 如果说这样子创新 大家会误解 他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检讨的 OK 那这不是伦理的问题吗 那是什么呢 那我想伦理委员 基地委员会 已经做成这样子的决议 OK 本身我是秘书长 我对他们的决议 我不能去做任何的更改 也不能去做任何的评论 好 那谢谢秘书长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海鞋会长 陈德明来台参访花莲 第一个晚上就遇到地震 睡得好心情好 搭着普悠玛来花莲 这次来台选择 人潮较少的花东地区参访 不过却还是遇到零星抗议人士 我就是台独 我就只有讲这样的 我没有怎么样 所到之处 都有拉布条的抗议群众 来台时间点 正巧是九合一选举后 台湾政治版图转变 陈德明也趁机对外 放出福贸话题 这个两岸的和平发展 福贸协如何通过 我要送呢 我就问问 借着光荣企业董事长送的天书礼物 对福贸话题再度喊话 陈德明也对外释出讯息 希望台湾人在这两年内 敢在中韩自由贸易实施前 尽快完成两岸福贸协议 这是662公尺 同步的 同步的 能常常看吗 参观大厂仔细聆听简报介绍 虽是来台取经 不过时间点敏感 陈德明海协会长身份来台 一言一行还是受到外界瞩目 最后我们俏理三一花联报道 好这个海协会长 陈德明来到台湾 在昨天好像仿佛台湾这个新闻不见了 因为大家都在关心39分钟在做什么 可是这件事情很重要 他说他会等台湾两年 放着两年的未来的事情 我们都没有讨论 然后再讨论39分钟 这也是台湾的媒体 跟台湾的民众的盲点 不过我想这件事情 给了我们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 这海协会会长陈德明 到台湾来 这个大阵仗的来台湾 是不是有点像 中央官员来巡视地方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是想要求见 抱着求见的心态 去看这个海协会的会长陈德明 这暴露了台湾现在的 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这件事情在立法院 有没有讨论啊 黄委员 我觉得其实 从陈德明的阵仗 就如同今年的五月 五六月间 那个时候人大副委员长 去香港 也是一样从这个香港特首 一路这样子陪陪 台语说婆婆她她 就是在旁边 非常壮盛恭敬的这样子陪着 那这次陈德明 陈德明的位阶比起 人大副委员长差多了 原来台湾受到了那种 触涌前务后涌的情形 我觉得其实比台湾的院长 行政院长还要高 感觉起来就你看多少人陪在旁边 更甚的是什么 陈德明来台湾还可以召见台湾媒体 你如果说外国的人也好 或者说不管是怎样 你说开一个记者招待会 记者会接待这个媒体 接受提问 也就算了 他不是 他找媒体的负责人 这是什么 想要 难道是想用媒体的负责人 来干预媒体的这个报道方向 还是将来说 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言论 要多一加美化 是说政策指导吗 是说任务交付吗 我觉得这部分 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还算是有个新闻媒体 新闻自由的国家吧 用这种方式 更何况 这个他其中的将 大选结束的时候 理论上来讲 应该是这个国民党 要很谦虚的检讨 那中国大陆 他也讲说 将来台湾不只是要建一些 什么这个 这个企业界的大佬 或者是吃吃喝喝 他应该是多深入 其实陈德明的副手 过去郑立宗 现在一些人 其实也都跑到地方上 跟一些基层 我们那时候 民进党就觉得说 你看中国大陆 那个都跑到基层去 跟基层农民 渔民接触 我们要多注意 结果现在这个陈德明 这次陈德明 又来这一套 来用这种 好像上国天使的那种架势 我觉得其实 真的是很难接受 最后 我觉得其实他讲说 福茂等台湾两年 这什么意思 中国跟韩国签的 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资讯的协定 或是电信的这个协定 其实会像台湾这么黑箱吗 我觉得不会吧 这是大家认为说福茂 你从签的过程是黑箱 签的结果是经不起检视的 许多行业都拿出来讲 这是对我们不利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中国大陆用这种方式 那我们跟韩国 再等你们台湾两年 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是不用等了 韩国人签这个东西 稍有不如意 你看这个美牛就自焚 这个民族性的强悍 所以这个拿中韩跟台湾 跟中国去比 我觉得有点不太恰当 黄伟 我来补充一下 从中国来的这一个陈德明 中国共产党 真的不了解 什么叫程序正义 然后对新闻自由 也视为无物 如果就像韦泽讲 今天如果你是来到台湾 你要开记者会 你是请记者来 那你发表你的这个 你的想法 或是你的看法 或是有什么意见 你要提出来 这个都OK 这是新闻自由的范围 但是你找的是媒体的老板 你找媒体老板干嘛 照理来讲 如果在真正完全 新闻自由的地方 媒体的老板 是不能够去干涉 媒体的这些编才 那何况很多 我们以前在台湾提到说 我们的媒体界要自律 要定这个编辑公约 是不是自己 新闻采访要自由 如果你的方式 是要透过媒体的老板 来干涉新闻媒体的发言 我觉得这很像中国共产党 在对待他们自己 国内的那种压制 新闻自由的方式 脑袋还没转过来 那第二个就是说 谈到FTA 谈到中韩的FTA 其实在全世界 会阻挡台湾 跟人家签FTA 的是哪一个国家 就是中国 然后他本身 中国跟台湾 要签什么协定 他都忽略掉了程序正义 其实太阳化学院也好 以及这些 目前在台湾这些 跟中国之间协定的这些 最大的真实点在哪里 你黑箱决策 然后国会没有办法参与 各界没有办法 清楚了解内容 也没有办法评估利弊得失 全部谈的都是程序上面 没有一个正常的程序 可以让大家来参与 大家要记得 如果这个协定是好的 民进党也不反对签 那问题是你整个 从决策的过程 从谈判的内容 以利弊得失的评估 以及要让国会充分参与 让民阶各界充分参与 这个部分的程序正义 必须要顾着 如果你这部分的程序正义 从头到尾都不谈 光在那边谈说 我要等你几年 那你就慢慢等吧 因为没有程序正义 我认为这些事情 将来如果没有好好的 经过好的程序 来去讨论的话 在立法院要过的可能性 太低了 因为我们民主国家 不能够忘记 没有程序正义 就没有实体正义 没有错 没有程序正义 就没有所谓实体讨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但是陈德明 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凸显了三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 讨论的内容 第一件事情 他有特别谈到说 韩国他等两年 才通服帽 所以再次证明一件事 韩国是先谈货帽 再谈服帽 但是我们的英明的马总统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 服帽在货帽之前 你可以显示 这个荒谬的情致 也证明了太阳花的行为 是正确的 因为连中国跟韩国 在讨论所谓的 大中韩自由贸易架构里面的时候 他们也认知 服帽应该在货帽之后 这不就做实了一件事情 我们这些所谓的 跟两岸谈判的这些官员们 他们不是智障 就是脑残 要不然就是上面顶头的 这个上市 有什么特别利益 要求他们把服帽 摆在前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 第二个推论 他说那个两年 不是跟我们老百姓讲的 不是跟我们家亲说 也不是跟我们说 当然也不是跟主持人说 他跟谁说 你们这些 企业大老板 你们这些想要去 大陆投资的这些金融家 你们不是要去中国拿证券吗 中国现在护港通 已经很旺了 你服帽再不逼迫你们 马总统再一年六个月 把他搞定 你们就没有机会去大陆了 他其实讲了 杰明还有我 听到了一个讯息 是说为什么是两年 2016 对嘛 就是摆明嘛 就是叫你们 这些剩余的这个 还有一些利用价值 这些企业家 要觉悟哦 再晚一点 你们就大陆没你的份了 你赶快逼迫你们 剩余的这个 或者他暗示了 2016台湾的政权会轮替 对 好 那第三个 我要说一句话 这个又是自取其路 今天 陈德明 他今天来谈 他凭什么 去谈中韩 因为他根本 就完全没有 参与中韩的贸易活动 因为中韩贸易是由 中国的这个商业部 去讨论的 跟他两岸的关系 一点就关了没有 所以当他谈中韩 在谈什么东西 就是你们 国民党 在这一次的这个台北市选举的时候 自己打了一个说 中韩慢慢等 你们慢慢等 所以呢 让这个对岸 这个人 叫做陈德明 这个家伙 他做事 你看你们很担心哦 你们国民党很担心 我就拿这个来讲你 所以我说一句话 今天陈德明 讲这个中韩事情 其实摆明 就是要给马总统以下 参与自由 中国ECFA 讨论的这些官员们 狠狠 打你一个巴掌 原来你们自己在自取其路 所以陈德明这个架势 今天来 他已经不是违反了中国 他们当时的三中一清了 所以很明显的事情是 中国想要试着 在马英九 剩下这一年六个月 或者是继承者们 比如说 继承的这个党主席是谁 这些人我跟你讲哦 你们再不听的话 我们就与时俱焚 再见了 他其实在对谁 他不是对我们百分之次投票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是反对国民党的嘛 他不是针对这百分之六十的 选民说的哦 他其实是针于那些 剩于在两岸想夺取 所谓的一些利益的这群人 跟你做最后一次告知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 是他将来所败反的 这些内容 比如说他去台肥 台肥有去中国 中国的一些生水生意 他去拜访这个长庚 希望长庚去中国大陆 做养老 因为中国大陆 现在已经明显到老人家的问题 所以他的整个过程当中 摆明一件事情 他是在寻求 中国最大的商业利益 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其实我认为现在我们所有跟ECFA谈判这些 所谓的闹闹门 他们现在只能躲在就是边缘地带 因为这选举完的时候 他们是找不到温暖 这怎么办 黄黄然不知所云 然后一个陈德明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讲 就唯唯诺诺的就躲在旁边 然后就几个比较愿意亲中国的这些 企业家在这边 好 我最后讲 为什么要跟传媒见面 不是要影响我们的这个 并不全然是要影响我们这个 就是媒体当然最终幕要是希望这样 而是呢 他们中国大陆希望 扩大对台湾买我们的这个 因为我们不是要狗文创吗 要狗文化吗 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这个大型的这些 电视台 他们要搞很棒的一些 要卖有相聚 对 所以呢 他过去谈生意 那你想 这些大老板们 他为了要把他的这些录音带 卖到中国 那某种程度他就要退让 他说我们来检视 到底你现在退让到什么程度 我只给你两年的时间 看你要怎么处理 所以以这个逻辑来看 我再问一次 马政府 你还有国格吗 好 我想这个 我们对于这个陈德明的这个请求 是说你不要去召见这个媒体的老板 来上政经现实批 这是不错的点子 好 我们稍后来继续 九合一刚结束 大家本来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县市长 但是现在悄悄的还有另外一个跟县市长 差不多是一样重要的选举在进行 可是大家好像都忘了 这就是县市议长的选举 好 我们曾经在节目中做过说 奇怪 这些县市议长怎么都名不见经传 然后一查 每个都很有很多 很多人都很多的起人科 让我们吓了一跳 好 那我们就把台湾的首善之区 首都台北市 我们来看看 台北市呢 国民党现在已经内部 已经选出来他们的政府议长搭档 来 我们让大家认识一下政府议长 为什么说认识一下呢 因为对大部分的台北市民来讲 可能这两个人都很陌生 好 那我们看看 吴碧珠是现在的台北市议会议长 他的学历是台北商专 汽管科 后来念了空中大学 那么他的资历呢 我看起来就当过银行的行员 什么运律超 这个都是我想从政以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然后复议员 然后四到十届 哇 很厉害 做了七届的议员 然后副议长到议长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那副议长国民党提名的人选是谁 这个更神秘了 叫陈锦祥 龙华科技大学议业 东京农业大学 结业怎么都念一半 好 再来呢 他当了很多届的议员 七八九十 第十届当了副议长 然后你看看他的资历也是 就是怪怪的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地方 这真的是我一个小市民 很大的疑惑 我想说奇怪 那当议长副议长 在台北这个首善之区 那你好歹要跟柯P一样 就是说你有相当多的资历 经历 感人的故事 那你才能够当这个监督 这个市长的这个议会的议长 可是怎么看看好像没有 而且呢 就是我说的嘛 他有没有尝试 有没有知识我不知道 但他至少不上电视 也不逛夜市嘛 至少没有上真经现实批 也不上节目 这我就觉得很奇怪 台北市民对这个正副议长 事实上是有点陌生的 那今天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我觉得就有两位 比他更适合当议长副议长的 一个就是杨石秋议员 一个就是徐嘉欣议员 怎么都不会 你们怎么都没份呢 这怎么选出来的 基本上来讲 他们两个基本上都是 有点家族的背景 我想吴碧珠 吴议长大概 还加上十一届 他应该是八届了 他第四届 当时他是五党级的身份 当选了台北市议员 对 而他应该也是 他们家族的 父亲的关系 让他来接当时的议员 那他在 民国83年当选了副议长 我相信吴碧珠议长 大致也没想到 他会当副议长 他当时是比较 一般议员 他也不是很 很想应酬的 可是当时 民国83年 三党不过半 对 那三党不过半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就提出了一个构想 新党 我记得当时是郁牧明 就是说 我 新党可以支持你国民党 但是议长呢 副议长 我指定 就指定了吴碧珠当副议长 OK 因为他们当时 吴碧珠是跟赵少康 跟郁牧明 是同一个咨询组 在过去的四五六届 所以他第七届 当了副议长 第七届当副议长之后 那个时候 陈建制当议长 他后来也相信 三党不过半 会变成一个常态 所以吴碧珠在 第七届当副议长之后 陈建制就没有再选议长了 所以第八届的时候呢 吴碧珠就顶替了 陈建制当议长 这样子杨议员 你也曾经想要选过吧 坦白讲 我在议会人员不好 也不会有人支持我 从来没想过 那为什么 我从来不敢想 因为我知道 没有议员会投我一票 因为他现在 结果党内出现 那要怎么样 要人员很好 怎么样叫人员好 基本上他们会有一些 私下的组织了 吴碧珠的组织 好像没有 副议长陈景强 他有一个比较 算是他们比较亲密的组织 这组织在干什么呢 陈嘉班 他们平常大概就会 私下联谊 大概有固定 应该有十个人 所以早期 联谊什么呢 早期的陈嘉班的头 是陈建制陈议长 后来是当过党团书记长 叫陈振忠 后来陈振忠 大家知道他出了一些 他当党团书记长 后来因为在经济上面 他犯了一些 刑犯的红乎案 结果他被判了 十几年徒刑之后 所以陈正宗也离开了陈嘉班 后来陈嘉班就有 后来的书记长 就是我们可能要参选 副议长的陈景强来接任 所以大致上来讲 要当政府议长 基本上要人员还不错 像我们这种人员不好 是不太可能 更重要 台北市 这点我可以几乎确定的说 在别的县市都会有一些会声会影 台北市在选政副议长 不管是上一届 周波亚突然成为了副议长 基本上 好像没有用这个钱 杨远没有直接的用钱 但是有没有一些台面下的利益 大家绑在一起 就是你说的联谊联谊 那个嘉青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对啊嘉青 如果没有利益的话 那为什么不投你呢 我是一个在野党的议员啦 民进党在这个首都的议会 从来没有办法有过半的记录 然后即便要联合其他的政党 那也要其他的在野党同意嘛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结构之下 其实民进党 几乎是没有机会去挑战 可是每一次我们还是都 推出自己的正副议长人选 但是从来选不上 从来选不上 只有到周伯雅当副议长 对 上一次在第十一届 周伯雅议员意外拿到副议长 这个席次是败国民党之势啦 那国民党因为内部在副议长选举的时候 分裂了 所以有一旁人就说 他不愿意支持陈景祥 就转而支持了周伯雅 造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今天新的结构 我觉得是相当的有趣 因为这一次第十二届 我因为没有参选了 所以再也没有资格参选这个 所谓政副议长 因为我已经不是议员 那第十二届的选举结构就是说 因为民进党当选了27席 国民党当选了28席 那其他几个小党 分别都有一席到两席的空间 所以他们决定了关键 对 变成这些关键 对 三席五党级 那三席五党级加上三个小党 那这个就合纵连横空间就非常大了 所以有好几种排列组合啦 那基本上来说 不管哪一种排列组合 它必须还是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毕竟议会的这个 议长或副议长的角色 他是一个意识召集的这个 他必须要能够融络人心啦 那简单讲就是说 他要能够划走 这个議員如果没听他的 他就没知道了 要怎样划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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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有两种资源啦 一种就是说 他党后面要不要支持他 党支持他就代表着说 以后提名上面 会不会给他扯后腿等等之类的 党愿意支持他 那他十拿九稳 但是不是只有这样 同志也有可能彼此要竞争啊 同事要不要扯后腿呢 那就是看他平常 结交有没有广结善缘 有没有结党淫私啦 有结党淫私的话 那你相对的机率会高一点 因为在关键可能差了一票两票三票的时候 那么我这一派的愿意集体来投资你 那你说议长副议长有没有比较多的一些资源 当然是有的啊 确实是有多一点的资源 不然大家去竞争这个干什么 真正的资源不在议会那个预算的资源啦 那种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啦 你说啊他多一点特别费啦 他都三个助理啦 不是这种资源 而是说他们在决定的整个市政府 他要送很多的法案 要送很多的预算案进来的时候 要经过的就是议长 议长可以排程序 议长可以排所谓法案议程 那在这个他掌握之下 他要让什么让你过 什么不让你过 那他是有资格跟市长来做bargain 讨价还价的 所以市长必须在某种程度上 要跟这个议长做一些妥协也好 协商也好 所以议长掌握着这样子一个 意识运作的这种关键的钥匙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要争取这样一个位置 那今年这个一个有趣的局面就是说 没有一个党是执政党 所有的党都是在野党 因为这个当选的是一个无党级的市长 那无党级的市长 他也不需要刻意去拉抬哪一边的议员 去做议长或副议长 那我想是这个是 我们现在讨论这是国民党 目前是国民党的家务 所以我还是很好奇 这国民党里面不乏很多是很阳光的人 像李鑫 王洪威 杨时秋 为什么这些人会选不过这些 主要先要经过第一轮 现在从上一届开始 国民党先要经过党内突浅投票 所以秘密投票 然后第一轮你要过半 没有过半还有第二轮 所以他基本上从以前是 坦白讲是中央来指定 从上一届开始投票 第一轮投的时候 就是吴碧珠就26票 26票是他自己没有投给自己 然后再加上一个缺席 我其实对吴碧珠或是陈景强 谁来担任政府议长 我其实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很好奇的是说 为什么选出来的人 好像都是一些 不是很在这个台面上的人 因为他做的工作 议长的工作 他必须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通常他要能够解决议员的困难 有的时候议员会遇到很多的 疑难杂症 然后 你说要开悟议员吗 不是说开悟议员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因为我当议员也蛮久了 有些时候市政府要摆烂 比方说我们议员要资料咨询 这是天经地义 可是有些官员就故意 要把这个资料面 动成是秘密档案 或者他故意给你拖延 用资料保护法 他不给你的时候 那怎么处理 还是你得去拜托议长 议长出面去协调 帮你去处理 或者是某一些服务案件 因为他我刚刚讲了 他因为长有跟市长 扎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所以在某些程度上 市府大大小小的官员 会比较买议长的账 白白是议员 议长就是比较大 我想那个台北市议会议长的 名片拿出去就吓死人 很好瞧 当然理论上 议长跟市长是平起平坐 议长的这个特别费 一个月34万 从民主政治来看 议长怎么更大 我跟你说 一个最明显的 在台北市 不是很多明星学校 市立小学 市立中小学 很抢手 我跟你说 议员去瞧不见得有 议长出去瞧一定有 还有简单 我其实是南部的议员出身 我不是说我那个县市 当然要澄清一下 但是有 南部有一些县市 议长手里面有 议员的欠条 一叠的 议员要周长说 五十万 三十万 议长就 议长顺便 开钱庄就对 像台南 不是那几个 就说现在英职行 然后落跑的 像吴建宝 然后这个嘉义 之前叫黄玉文 有好多都是这种 就是说 他本身的财力很雄厚 可是又兼营很多的事业 可能又是周阿桃 那时候不是有一个职棒牵赌吗 就是说他们本身要有 相当一定的财力跟分量 甚至要 像以前省议会 大家印象很深刻 杨文新 他们自己 这个常义帮 常义集团 他们自己要去做分配的 所以议长本身的角色很重要 那我只是觉得说 这次国民党 我们现在讨论是国民党 就说正负都是国民党 可是呢 你知道这次其实 刚刚嘉卿有提到说 28席的国民党 27席的民进党 那另外呢 清明党两席 台联一席 新党一席 新党两席 对 然后五党集三席嘛 所以你看 一个是28 一个27 那其他的这个是 其他是八席 所以不见得是国民 国国 那像这次是国民 那他也可能 搞不好 那个结盟起来 台联啊 再加上五党集 其实余珍我觉得 不管是国国配 或国民配 或民民配 我其实不在意啦 为什么不让我们的议长 副议长是那种 常常出来这个 执行事政 揭闭 是一个阳光的 是一个形象好的 社会上都能够接受的 这是我的问题啊 你看国外很多议长 第一个主持议事 超人公正 第二个在议会 能服众望 不是 服众望的意思 不是说你手边 我手边有你的欠条 这种服众望 服众望是真的他主持议事 或者他对于 刚刚嘉欣讲说 对于议会的尊严 议员要跟行政单位要资料 行政单位不给 议长就要去处理 类似这样的 那不是像你知道 像高雄 高雄为什么 陈局这次 好像民进党 是什么谁比较多喜 要什么叫完全执政 这议长你可以 他可以操作议事 就可以砍掉 这个市政府的议算 五十几亿 然后没有理由的 这种理由是很难 被人接受的 不然你就多选几次 我就给你 羞辱你 类似这样 这样的议长 你说真的是 市民看在眼里 可以接受吗 好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谈 现在的执政党 就是您所属的 中国国民党 它有一个 全世界的民主政党 所没有的武器 就是它有庞大的党产 这个没有错吧 没有错吧 它是有一些党产 有一些 这一些大概是多少 这我不清楚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它的党产是要跟你们申报啊 每年都要跟内政部申报啊 你是政党的主管机关耶 不会特别去留意它有多少钱 那你们哪一位可以告诉我们部长 今年申报的 102年去年的中国国民党的资产 它的总资产有多少 您没有资料 我们现在法上是没有强制它一定要申报 但是我们有一个申报收支要点 鼓励他们来申报 那那个在102年它的收入 那个有15亿多 然后支出有19亿多 那它的总资产呢 它的总资产呢 这部分我们申报的那部分没有没有要求 那个就是我们只对它每年度的收支来进行报告 那中国国民党的总资产在102年是268亿41300 0303元 它的申报的收入是15亿4879万7386元 这里面光是事业投资的收入就有233亿 在同一个时间民进党的资产有多少 您知道吗 您知道吗 民进党的总资产在102年是4億6709万196元 里面大部分是存在银行的现金 因为接受了这个捐助跟选票的补助 国民党的资产是民进党的70倍以上 国民党跟民进党一样都接受外界的捐赠 依政治现金法 也都接受政府根据他们的选票补助的补助 没有错吧 是 那所以您告诉我说 或者内政部告诉我们说 从过去到现在通通都是一样的讲法 就是民主政治啊 不会去民主这个国家不会去限制政党 对于自己候选人的补助 可是我们提到回到一个前提 您能不能告诉我 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有哪一个像国民党这样 拥有庞大的党产 他光是他的事业投资 光是去年就有233亿 他光是事业投资的收入 以中投来讲 去年就有9亿8152万将近10亿的收入 民进党 有没有事业投资 没有 民进党 有没有事业投资的收入 当然也没有 民进党的资产 就是不动产 就是各地党部 他有一些自己买的房设 办公厅设的不动产 这是符合政党法的规范 可是国民党呢 国民党一方面 过去的这个马总统 说党产要归零 可是我们看到 国民党现在所谓的党产归零 对外的说法就是 我有交付信托了 交付信托的收益 归谁 您能不能告诉我 大概是归 归国民党 国民党 对不对 所以 我委托人家去经营我的财产 可是这个收益是归我 我这个怎么样使用这个收益收入 当然可以用来补贴我的候选人 没有错吧 是 2012年 立委选举跟总统大选 您知道 国民党补助了 他的立委候选人 跟他的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就是马吴两位 总共补助了 捐助了多少钱 您知道吗 手上没有 你有个大概的概念吗 没有没有概念 你觉得一亿多不多 加起来 一亿 对 加起来立委跟总统加起来多不多 不多 不多 两亿多不多 也不多 三亿多不多 应该也不多 也不多 您知道民进党补贴 这些立委跟总统候选人补贴了多少 我也不了解 你不晓得 民主进步党 捐赠每一位立委候选人一起 总共平均 二十二万三千两百三十二 包括我们的主席 李静英委员 包括我们坐在台下的邱毅寅委员 加起来 补助立委候选人是一千五百六十二万六千两百四十三元 加上捐赠给总统副总统 是两千六百六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元 加起来 是四千两百三十万 零九百七十九元 四千两百三十万 所以您觉得一亿不多 两亿不多 三亿不多 那你觉得四千万 很少 对不对 是 很可怜啊 这个政党其实能够拿出来 民进党都这样 您要何况其他的党 我相信台联 清明党 新党 或者其他我们不一定叫得出名字的这些政党 还要补助他的候选人 那一定更少的可怜 应该没有错吧 所以站在你内政部 主长 管理政党 主管政党的内政部长眼睛里面 一个政党 补助他的候选人 一亿不多 两亿不多 三亿不多 可是能够拿出一亿两亿三亿 来补助他的候选人的政党 只有一个啊 您知道 在2012年 中国国民党 补助他的立委跟总统候选人 总共补助了多少钱 光是有申报的部分 您知道吗 您不知道 他补助他的立委候选人 总额是两亿九千零五十五万 他补助他的总统候选人 是两亿三千六百万零一千两百元 加起来是五亿六千 五亿两千六百五十五万四千元 民进党 民进党补助总统跟立委候选人的总额 是国民党 在2012年 补助总统跟立委的总额的百分之八 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很有钱 但是有钱到一个地步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是台湾富阁做的一个统计 他说这个统计的资料来源是 国有财产局中国国民党及其富随组织 取自国家资产之土地清策 好他现在说这个占用资产的总价值是六百一十亿 六百一十亿 这是公告地价 通常是远远低于市价 所以要乘个可能一点五差不多吧 不止不止 公告地价在上面还有一个公告限值 公告限制还有一个市值 公告地价大概是市值 大概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已 乘以五啊 乘以四到五 要怕死人 好再来这些钱呢 好国民党占用国家财产处理的情况 这是国有财产署的调查 占用国家的财产哦 这其中呢有百分之十三点五三 已经被国家收回 另外国民党已经卖给别人了 哇那百分之十二点二五 卖给别人 那奇怪了 为什么不追一下脏务罪呢 好再来 确定不归还的有百分之四点八二 还有哦 赖皮的叫不肯还诉讼中的有百分之六十九点四一 这个党还真是皮 好我们再来看看 好那个那个刚才我们再看上面 一张国民党的发言人 我们上面一张他的说法 陈以兴说法是说 外界质疑的国民党党产 绝大多数已经回赠 真的假的 你看 当场被打脸 被国家收回的百分之三点五三 卖给别人的十二点二五 不肯还诉讼中的百分之六十九点四一 绝大多数都已经回赠 假的 马英九对于党赢事业的处理态度光明磊落 绝对有诚意解决 光明磊落 又要去查一下事说心语有没有心结 好我们再看看下一面一页 好 这就是国民党呢 即附水组织取之于国家资产土地统计表 你看喔 你看 这些土地一大堆 中影中广 什么无常使用国家土地 中央党部 中华基金 中华日报 一堆啊 还有救国团占用土地 你看看加一加 你看 一加一加多少 610亿 动不动一个土地 公告限值就已经三百多亿 公告限值三百多亿 那限值呢 那不就千亿以上吗 那还有股票喔 对 股票用票面价格 用十块去估 那当然是低估啦 好 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党产 已经证明了 你有这么多的钱去选举 你还是输了嘛 那输了以后 能不能换个思维 能不能重新做人啊 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想杨议员 你比较了解国民党 我在上礼拜四 开了一个记者会 我想我非常清楚的说 国民党今天要重新站起来 有三个步骤可以做 当然第一个步骤 就是我一再强调的 我们这次输掉这场选举 过去的六年多 没有人 会因为马销当总统 副总统叫马销体制 也没有人因为 武敦云当副总统叫马吴体制 我们都叫马金体制 怎么可以说 马英九辞党主席 掌握到党政军特的金浮冲不辞职 所以我说 既然要让国民党放手去做 马英九辞职之后 金浮冲 也让他辞掉国安会秘书长 这样子 你才真正的 让这些当行政院长 当未来当党主席的 不是傀儡 不是不偶 第二个就是 当国民党在 败选的检讨报告当中 一再强调 年轻人不投我们 所谓的网军攻击我们 所谓的中间选民 尤其是第一次出来的 手投足不投我们 原因很简单 就是 你让今天大家看到的 贫富差距的拉道 让年轻人看不到未来 你把党产全数捐出 一个政党 事实上 这次证明得很清楚 你有党产 按照内政部去年的公告 是268亿 41万的话 你选不赢个 没有党产的民进党 代表党产已经 不再是一个 所谓动力 而是一个包袱的时候 你一个国民党党主席 在你要离开之前 就宣布 所有党产全数捐出 做清寒学生的奖学金 我们今天看到最 坦白讲 最心痛的数字就是 现在的国立大学 也可以交比较轻微学费的 几乎基本上 都是高收入家庭 是 反而那些 你必须要付非常多 学费的 私立大学的学生 反而是中 中低收入的比例 比较高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想靠什么 靠教育来翻身 已经没有机会 甚至出去之后 不要买房子 他光还住学贷款 都是要拖累一辈子 这种年轻人 怎么会投票给你国民党 你今天造成这样 社会氛围 所以国民党改革的第一步 马上做的 把党产268也好 或者这边讲的611也好 全数在透明公开的机制下 给氛寒学生当奖学金 给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年轻人 作为最轻微的 最低利的贷款 我相信这才是你要改革的第一步 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任何人出来选党主席 他会觉得 这是一个责任 而不是一种权利 这是一个义务 而不是一个什么 去A钱的管道 真的 如果国民党有一天 把党产像你这样处理 本人一定在本节目 放一串鞭炮 真的如果这样做 我觉得国民党还有未来 否则的话 今天不管谁来参选党主席 他的200多亿的党产 说实在的 就是你勾结派系 甚至是某种程度 贪腐的开始 一个没有党产 才是一个健康的政党 我再一次的呼吁 不管是未来朱立伦 或任何人要当党主席 你要让国民党改革的第一步 就是捐出党产 然后告诉年轻人 这些党产做你的清函奖学金 这些党产做你买房子的 低利贷款的利息补贴 我相信国民党才有未来 有党产一天 国民党就没有希望 这个要谈到 国民党党产到底怎么来的 过去已经有很多的讨论 其中很多的部分 是他在执政的期间 经营党赢事业赚的 有一些是接收日本人的财产 那其实那个都是 国人共有的财产 所以这个财产应该要怎么归属 譬如说还在跟国家诉讼呢 你就算了 赶快还给国家吧 至少那69.41% 这份是可以处理的嘛 那你看回给国家之后 你如果在上面有建筑物 你要怎么租用 再跟国家付租金嘛 那或是说譬如说救国团 你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经过那个年代都知道 国家补助了你多少钱 就你现在还在占有这些财产 那回过头来就是谈说 民主政党为什么不应该经营党型事业 因为其实全世界其他国家 难道只有国民党聪明吗 其他人家的政党 人家都美国的英国的西方国家 那些政党都呆呆 有啦 不会经营党一事业 意大利的黑手党 但是那是黑手党嘛 不是政党 那因为政党的目的是为了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执政 去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理想 但是执政的时候 通常政府就是国家政治制度 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的裁判兼制定者 那你如果有党型事业的话 你在制定这些制度的时候 在执行这些制度的时候 是会偏颇自己的政党 我的政党 所以以前譬如说付华融资融券 以前的证券市场 只有这一天是可以借钱的 无论你要借股票或借钱都要跟他借 别人如果在股票市场放款 叫做做大扁 那犯罪 要去关 以前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说 这个党型事业多么的恶劣 所以执政者本来就不应该经营党型事业 那这个党型事业 当然现在将来说 你还要再继续进行党型事业 可能民众的接受度低 但是问题是你的党产是不当得来的 不当得来的应该还给国家 前段非常艰难回应 第一个党场是不当得来 第二个党产怎么花的 刚刚昨天说 如果这个花在社会公益 你要放鞭炮 可是问题内政部长已经讲得很清楚 党产就是用来选举的 党产就是用来选举 可是问题更严重 管他张三给的 或是李四给的 是不是有点怪 也就是说 就算是有些人 是因为你图利他 然后他给你在 他给你捐款的时候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有点怪 这个逻辑 我觉得它是可怕 刚刚委员谈到那个意大利 那是最经典的例子 意大利之前的 这个国家为什么财政 你很想到意大利财政 他在2001年 假设2000年 他讨论的这个 这个国家的预算 是讨论什么时候 是讨论1998年 1999年 这个国家 当时他们有一个 就是几乎是百年总理 当然他们年纪那么大 叫老辈 他七几岁 他是这个意大利最有钱的这个总理啊 所以整个这十几年来 意大利的这个经济状况 是每况愈下 就他最有钱 那现在欧元区最惨的是希腊 那么希腊呢 在找些这些所谓的总理们 都是谁呢 他都代表公务体系 退休的时候有庞大退休金 可以这个就是不断的子传 这个父传子子传孙 就要把这个希腊就搞坏了 那么现在你看 现在这个意大利 来的一个信众 你们上次介绍过他嘛 他是一个就是年轻人 他老婆是一个教师 两个小孩 就一路拼到去去 39岁当时总理 革清所谓的这种 贪腐政治的一个要件 那你看到 我们再举个简单例子 之前在几个就是我们说 众诺国家为什么倒台 就是这个国王太有钱了 有钱到说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老百姓就抵抗了 所以财产这个事情啊 是一个国家腐败的要件 为什么国民党 可以短短的在马亦 只是2018年到现在为止 整个国民党遭受到 所谓的结构性的破灭 其实真的说句话 党产就是万恶的原因啊 那为什么说万恶的原因呢 因为主要的原因事情是 如果今天你把党产扣除外之后 那有一句话给大家做参考 这是有人针对国民党党产 下了个结语 他说 这叫魁伯克的谚语 他说 控制的钱 就控制的人 所以他说 马英九主席下的是金库 所以即便失去了政权 对不起 国民党还有钱嘛 所以呢 最后结果我们给 只要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两个数字就好了 这个他们说啊 这个马英九啊 他有处理党产的问题 来来 这个资料显示一件事情 有处理吗 2005年到2001年 基本上有变化吗 其实基本 他的党产还是维持在这个高额 净值在200亿到330亿 有处理吗 所以我们要说一句话 刚才那个国民党 这个人什么 陈以信 陈以信看这个资料 你是不是睁眼说瞎话呢 好 我最后来看一下 真正的一个政党的竞争 就在这张图可以看出来 那么这个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党产的部分 使得国民党的整个资产呢 暴增的将近超过了两三百亿 那么你看这是民进党 民进党没有党产 就是要靠这个党的这个捐赠啊 政府的捐赠啊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说党员辛苦 你募款完之后 回来这边 但是你仔细看啊 如果今天国民党去掉党产的话 他也是一个可以营运的党耶 搞不好因为这样 他可以吸纳更多不要钱 但是青年的人 好了 为了长远近 刚才我们议员也谈到 今天讲到这件事情 我们就会把眼光瞄准的 可能是下任的主席 叫朱立伦 讲到朱立伦啊 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来谈谈 新的主席可能是谁 好有三十二位立委 要拱朱立伦参选党主席 造反了吗 朱立伦应该不是马英九的名单吧 好我们来看看 目前参加联署的有三十二位 包括了什么廖正锦啊 蔡锦龙 这上过我们节目 丁守中 江启臣也上过我们节目 汪廷生 蒋乃馨 杨映雄 罗淑磊也上过我们节目 郑汝芬 呂玉玲 林洪池 郑天才 吴玉生 杨丽环 林德福林 苍敏 卢秀燕 上过我们节目 黄志雄 林玉芳 张江慧珍 上过我们节目 蔡正元 上过我们节目 谢国良 孔文吉 陈学生 上不上我们节目 没有很重要 不过我要讲的是说 这些立委是怎么回事 他们明明知道 朱立伦应该不是马英九的名单 或者应该说他绝不是马英九的菜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是要造反了吗 嗯 我觉得 这好像就说其实在酝酿一股士气 因为 其实国民党自己 我认为啦 他们内部自己的问题 还是在于党章一定要先修这个 总统兼任党主席这个部分 那如果不修的话 以朱立伦现在的态度是 你们联署啊 你们联署 可是这一条不改的话 联署有用吗 所以我觉得朱立伦现在他应该 因为这次选后的这个打击还蛮大的 但是私底下是有人一直不断的在运作 可是现在跳出来的 你说李鑫跳出来 李鑫我记得前两天他 对他还提到 李全教也跳出来了 那周玉寇扣解释 资格上面 第二条件就不符 等一下我打个岔 杨议员你的资格符合吗 我完全不符合 而且联署人数也联署不到 一万两千人 都不可能的事 可是他们说喔 就说就联署好了之后 那这个党部就是党部可能也会告诉你说 你的联署的资料可能有误或什么 就把你打回票 所以应该细名题你写标凯题 对那可是后来 对这有就跟那个罢免的联署一样 那后来呢他们现在像李鑫他就说 好那不然的话呢 我就全部公告 我就全部把我的这个 好了我联署两万份 我全部贴起来 然后呢让你所有的人来检查 我用柯P的这个MG149 还有我的这个账册捐款的资料的方式 这样子全部公告 他是要准备用这一招来对付国民党党中央 那就是说现在这样的一个力量 会蛮大的 我觉得应该先让这些人炒一炒吧 炒完之后 那到底朱立伦什么时候出来 这些联署有没有用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还不是时间 而且坦白说 马金无毛马金无毛现在这样的一个体制底下 我觉得朱立伦即使他要站出来的话 也会很痛苦 其实我觉得 我在上礼拜三开记者会第三个重点 就是针对党主席 我觉得党主席的选举 其实民进党是个很很可以参考的方法 第一个 你不需要党员联署这个这个门槛 非常高 上次去年有一个血空虹 他最后就是说 这个人没有交过党费 就把它删掉了 因为 你连党员名册都拿不到 这是一个前提 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找人 而且他的联署的标准到什么程度呢 我这次要选市长 我就发现 他要1800个人联署 要每个人要签名盖章 签名盖章 那大部分人 我今天可以这样子放胆的讲 那些去联署 58000的人 90%以上 都是自己签名盖章 但我当时不敢去 诡刀文书 我当时不敢做这件事情 我很清楚 我如果写上去 去超了1800个人 我从此 我杨石秋小辫子 就被党部抓住了 因为他将来可以告你 违照文书 因为我们公职人员 参与办法 法官很清楚 是比照正式大选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敢去做这种动作 所以相对来讲 今天任何一个人 我想大家要了解 国民党很奇怪的规定 65岁以上 你不用交党费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 就是黄复兴的 你有军方党部支持的话 他们不管 你只要认识任何一个人 他都可以来连署 那其他的党员名册 可能有一百个 但是各位知道 那一百个党员 到底有几个 会交两百块钱的 也因此 你连署了八个之后 才发现里面可能一个 都没交过两百块的 他到处就把你剔除掉了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 是记者会讲 国民党的改革 就是要让更多人 才进来 就是第一个 把这个连署的门槛 降到最低 甚至不需要 第二个 取消中央委员 或中央评委员的资格 让任何一个人 我说你只要入党 一个月之后 你就可以来参选 搞不好林非凡 陈维廷都可以来选 你让这些人进入 你国民党才有心血 否则永远这一批人的话 真的是老狗 你就玩不出行马戏 我是认为 这个刚刚杨一元讲的 当然很多东西 是蛮有道理 可是如果国民党 是这样的话 今天就不会这个结果 就是跟他的党产一样 上一轮 我们才刚刚讲过党产 请问一下 国民党来台湾以前 他在台湾有土地吗 那为什么他来以后 突然土地那么多 我记得蒋介石只有说过 我们是用船 把金条运来的 对不对 那金条有没有运来 也没人看过 都是他嘴巴说的 好歹土地他没有吧 他为什么现在还有 六十几%的土地 跟这国家在诉讼中 因为都是靠当时 全市接收过来的嘛 没有没有 嘉欣你不懂国民党的思维 因为他说 帅天之下莫非王土 是啦 全台湾都他的 对 那这就是过去戒严时代嘛 他觉得全天下都是他的嘛 对不对 我从日本人接过来都是他的 然后接收的过程 还顺便弄一些 到我家的这个名下嘛 这种过去接收大员 都有这些状况嘛 我们都知道 但重点是说 马英九他在2005年 第一次参选 国民党的党主席的时候 哇 发表了一本这么厚的 叫做终结党产白皮书啊 那片白皮书拿出来 质地有身啊 结果呢 结果他左手交给右手 他所谓的 处理党产 就是说 把那多少钱 某一些交到信托 其他的还是去摆在那里 我现在说 看到账面上的 土地600多亿 然后这些交给什么光华 新光华天地的这些 不是 新光华这个党营投资事业的 这些 中央投资 大概300亿左右 因为他每年有这个州鼓励 二十几亿到三十亿不等 对不对 好大概300亿 加起来上千亿 好 难道只有这些吗 这是在中华民国有登记的 流浪在海外的呢 还有多少登记在私人的名下 所以我说 国民党党产一天不解决 他永远会黑箱 杨议员 所以我告诉你 重点不在这个制度要不要开放 是大家眼睛睁这么大 谁爬到党主席的位置 谁就控制党产 谁控制了党产 谁就控制了一切 所以捐猪党产才是国民党改变最重要的一步 所以猪说要改变党产 马英九2005年不也是这样吗 有多少人相信他 全国举国上下通通相信他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场笑话一场轰 然后到今天为止 我现在最后一句话就好了 国父有告诉大家 要信仰三民主义 对不对 然后明有明智明想 对不对 请问一下 国民党来到台湾 有让台湾人民明有明智明想吗 那经过了这么多久 一百多年的国民党 到今天为止 选举大败 败在哪里 也败在三民主义 公民乡民与庶民啊 这一次公民乡民与庶民 就把他打败了嘛 所以你还要抱着党产 你先解决党产 再来说其他的制度吧 我想民主国家大家尊重 希望的是公平竞争 有党产这样不公平的竞争 永远让年轻人觉得说 这个选举是不会公平的 对 我回过头来 刚刚梁立元有公为 我们民进党说 我们没有门槛 其实民进党有门槛 民进党入党要满两年 才有被选举以及选举权 但是那两年 就是入党时间两年 是唯一的门槛 但没有联署嘛 没有联署 也没有什么 你担任过什么要职 都不用 只要你曾经 你是现在是党员 你入党满两年 你可以参加选举 也可以被选举 这个我们觉得是比较正常的 民进党的党主席 从开始选到现在 从来选出来也都是服众望的 也不会选出一个不服众望的 无论是哪一届的党主席 都是经过竞争之后产生的也好 或是说他是一强一弱 但是无论如何产生出来的 这个党主席 绝对都是当时服人望的 所以国民党不用太担心啦 假设你没有这些门槛 国民党反而是可以比较容易 选出为理想而奋斗的人 那这个人要为理想而奋斗 才能够展现他的格局高度 所以我是觉得说 国民党如果放弃党产 如果拿掉这些无畏的门槛 这些参选的门槛 对国民党反而是更健康 那是不可能的 我举一个例子 你知道这次除了五都之外 除了六都之外的这些候选人 的县市长选举 你说像邱淑提去选宜兰 中央要不要给钱 当然要啊 好多一千万以上的 那个陈以珍去选嘉宜 要不要给钱 要啊 那大家知道这些人的钱 都是千万起跳 所以党产当然有用啊 应该不止啊千万怎么选啊 给的结果都还是输掉啊 没错啊 而且给了你 想去给你帮你辅选 你还敢这样子 那边推三组四的 所以这个就是党主席 这个就是党产的魔力 跟这个魅力 所以他是不可能会捐出来的 就你只能够冥想啦 空想啦 就是喔 你要冥想叫他把党产捐出来啊 对 那我们刚看到很多那个党产喔 其实 比如说 比如说上面有那个 就是 建坛清廉活动中心 对不对 对 他上头估多少 3亿多耶 大家用想就知道说 建坛 那个怎么会才3亿呢 建坛那一大块 对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公告的 大家来集资把它买下来 那是公告币价 公告币价 市价大概只有四五分之一 所以我们说他的财产是多到 就说你要乘以N倍 否则的话 怎么可能一个这个 刚刚我们看上面的 建坛清廉活动中心的 金国大楼 怎么会才3亿二 那是不可能的 那还有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你看这一堆所谓的 3亿的大楼应该是在苗栗啦 对 那另外的就是所谓的 这些党银事业 接着党银事业是 就是这些转投资的 你看他为什么要搞 这么多建设公司 他这里头一大堆就是 就是还是跟建设 裕台开发啦 然后呢 什么建华投资底下的 这些建设公司 他现在为什么 还要搞这么多建设公司 因为我还要对这些党产 我还要进行开发 开发之后呢 是全台所有的这个利益 大家都要共同去分配的 那而且他扩散出去的 还包括你要跟着 这个党银事业去 去比如说连战去中国 对不对 你看到那五大投资公司 那个环宇中佳 他现在的财产是 还骗击中国大陆各大省耶 那天要投票前两天 有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朋友 打电话回来跟我说 我绝对不回去啦 你知道吗 我当过他们这个中佳投资 在无席 就国民党 而且是连战拜托我的 在无席的一个很大的企业的这个顾问 然后呢他们都是中保司长啦 所以呢 这些人不清掉的话 我绝对不会回去投这一票啦 自身党员 我补充一句话就好了 为一个四十年党龄的国民党员身份来讲 如果国民党未来不管谁当党主席 他不把党产捐出来做公益的话 这个政党就没有未来 也没有明天 不要相信个人 我在法治国家 我最相信的就是法治 很简单 所以我相信制度 所以一定要把党产权子捐出 马上请立法院把政党法拿出来立法 别傻了 他每一个程序委员会就绑了 马上把政治现金法拿出来修法 就这两件事情 国民党如果想要处理 就这样子 不要再做道德呼吁了 我们不相信任何道德呼吁 家庭 如果立法院国民党不能变成少数的话 你讲的这些都是天方夜谭 那光在程序委员会就把你挡掉了 就是这个13年非可200次 所以那就给全民看都是假的啊 对就13年200次了嘛 那我们200次之后 我告诉你还会有300次400次啊 不可能会过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 那你知不知道上一次选举 也就是2012年选举 马英九总统他的总支出是多少 很抱歉我没有这个资料 你不知道 你旁边的这个司长知不知道 可以查一下 我再查一下 不用查啦 他的支出是 他的支出申报的 是6亿3993万 那他有多少是受政党捐赠的 你知道吧 政党是2亿3千6百万 1200元 这个资料 是 他从国民党 他从国民党收到这么多钱 那你知道蔡英文从政党捐出了多少钱 他是比较少 是2千6百六十七万 4千7百三十六元 按照他申报数是这样 那所以很清楚啊 所以很清楚啊 部长 你刚刚既然也支持整个 整个这个捐款的明细 应该要上网公告 应该要公开透明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也支持说 募款的上限到的时候 应该要宣布停止接受捐款 然后如果有超过的话 可能要订定罚则 那我现在请问你 处理办法 政党 政党 政党的捐款 如此的悬殊 政党的捐款 如果不透过政党的政治现金专户 你觉得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但是您想想看 想什么 我想什么 以这个例子来看 蔡英文 蘇嘉全 这一队的候选人 他总共的收入也7亿多 表示说 他除了政党的收入 2000多万以外 他也从其他的捐款里面 拿了7亿多元的这个一个经费 这是普罗大众的小额捐款啊 你还你忘了吗 这是三支小猪发挥的功力啊 但是我给你报告 这一个政党的目的跟一般 政党的成立的目的跟一般民众监款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政党的目的他是为了他的候选人能够支持大选嘛 你不要再乱拗了啦 这些没啥干嘛 政党也就在下 我这样随便点到核心你就又退却了 你刚刚好像是随便应付 因为你们不在乎啦 因为你只要守住这一条 国民党的党产 国民党的党产这么多啊 你看马英九要选的时候一次2亿3千6百万直接拨出来 2亿3千6百万恐怕 还不是这个政治现金专户 就是你刚刚回答的 党产要拿来选举嘛 你现在最重要的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阳光透明的制度 当然是要把这个万恶的冤手 把这个党产 党产来源我们都不管了啦 党产拿来选举 这不是第一个要改革的吗 不是你党产 党产拿来选举 党产没有透过这个每一次选举的 这个政治现金专户 你从这两个数字看来 国民党就也因为他是有党场的这个支持 所以他外界给他的监管就减少啊 外界给他的监管也就减少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啊 那是马英九没有申报 我跟你讲下台以后 他下台以后 这个都要再追究了 他花了多少广告的支出啊 他恐怕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都要花到这么多钱 部长你现在倒果为晕 在这里强词夺理 所以因为这样子人家捐的比较少 是是是 那照你这样说 林胜文这次人家捐的更少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不要限制 因为他家太有 因为你们国民党太有钱 所以我们其实不要阳光透明 因为 因为 把你们遮盖住 你们得到的钱更少 所以是对你们是个惩罚 你这什么歪理 不是事实上大家在坚钱的时候也会 事实上 事实上就是国民党 占用过去国家 所不当得来的党产 遂行他们整个选举的操作 站在不公平的旗袍队 当然 我刚才也 如果这个 冠二的冤手没有改变 坦白讲 你刚刚讲的都是废话 不是 我刚才 是有一个金额的 也是要看情况啊 也是要看情况 对不对 像林昌明可能会当选 所以给他很多 不是 给他很多 这个看不懂算 都不要给他 你根本 他可能 各个他政治 现在我们在跟你讲的是制度 是 部长 你如果还停留在这里 刚刚讲 晚君都在看 晚君晚民都在看 你还是在这里 你还是在道果为因 还是不愿意正视 这个不公平竞争 不愿意 让我们的政党竞争 让我们的选举 真正摊在阳光下 政党的这个 会用 要不要限制 给这个 这个 现金要不要限制 这个已经在 院里面的 朝委协商 刚才讲 不是已经在朝委协商 我们已经提出来 那国民党一直党啊 朝委协商 所以这个是要透过朝委协商 已经几个会期前了 我当朝委的时候 出委员会的啊 到现在你们要一直党啊 你在这里宣示说 你放手啊 你放手啊 告诉 国民党的委员 放手啊 表示说 你真的要公开透明啊 你真的是 真的是 确实去反省啊 党产是用来选举的吗 报告委员 大家可以看到 党产是不是用来选举 你看啊 这个是马英九 吴敦毅 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 捐给马英九 你看啊 这个钱喔 很可怕耶 一百万 五百万 一千万 一千万 兩千万 五百万 兩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一千五百万 这边是五千万 两千万 两亿三千 六百万 他真可怕啊 对 所以说 你说党产用来选举 有这么有钱的政党 捐给他的候选人这么多 对其他的候选人公平啊 刚刚其实我们提到几个 几个面向 第一个 你的党产来源 是不是 不义之财 是不是 强占国产 或强占民产 对 第二个 你党产的去处 是不是用在这种选举方面 而且 你的党产经营 是假信托 事实上是帮你继续盈利啊 你交给专业的人 替你赚更多 每年赚了十几亿 二十亿的 然后来回馈党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 到底是不是适当 然后 这个你说 政党跟财团 中间纠葛不清 然后 这个内政部长讲说 管他张三捐的 还李四捐的 只要是用来这个选举的就好 可以这样子吗 所以一个这么有钱的政党 难怪很多人 都会跳出来要选举 听说现在 郝龙斌也说 如果没有人要选的话 我就下来选 嘉欣是这样吗 对啊 郝龙斌今天在他这个 市长任内最后一场记者会 突然间 改口了 先前这个 先是说要辞掉这个 副主席 然后又被卫留 然后又说 绝对不会选党主席 结果今天突然说 如果没有人选 他愿意出来承担 那奇怪了 那日前 这两三天 不是才听到李全教啊 李鑫啊 周玉寇啊 周玉寇啊 都是国民党党员都跳出来说要选吗 难道他不把这些人视为人吗 他把他视为是皇民的后裔 不是一般人吗 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我真的好觉得 国民党继续在演这种宫廷大戏 一般人民其实是看不下去的 而且国民党的立委 在那里搞那种 好像万民拥戴啊 继续欠劲啊 继组那个酬安会六君子啊 来搞劝劲大戏啊 完全不管民生现在有多么苦啊 还在搞这种大戏的时候 相较起来郝龙斌还真可怜啊 没有人拱他 所以做到最后一次的市长记者会了 只好自己被迫跳出来说 我如果在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时候 我愿意来参选 那郝龙斌有没有机会 郝龙斌可能有机会 因为他爸爸毕竟当过军系的头子 所以这些皇户心党部的 这些军眷后代的 很多年纪够大 根本就不用缴党费的人 这些人都有资格 一声令下 一声令下 连数个一万两千分 搞不好最后还他会过呢 其他人都没过 是啊 我认为郝龙斌会选 还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他在他八年任内 美和事的后半段是跟他有关的 目前大家可能还在查的 就是我上次节目提过的 富邦文创是他任内的 还有双子清这个案子 虽然最后没有成 可是这个案子也是非常离谱的 第四个还有个中华基金会的案子 我记得上礼拜二 我跟柯P那边谈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富邦文创要好好的查 因为那个是刚好就是他 完完全的在他任内的 他如果当党主席 可以控制了立委的提名权 他需要一个救生衣 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保护墙或救生衣 OK 好我们稍微回来 起先吴敦毅要辞第一副主席 要辞副主席的时候 大家猜说他是不是因为要选党主席 所以你不要再办选举的人去要竞选 可是后来他就一直在保证说 他现在代理的党主席 一再保证他不选 可是郝龙斌现在这个动作 我认为郝龙斌跟吴敦毅 应该有所联络了 应该是讲好了 所以这样就若和福洁 吴敦毅不选 郝龙斌来选党主席 郝龙斌有保证说他选了党主席 不能参选总统 这显然就是在卡朱立伦 所以我是认为吴好佩 隐然成型 他们现在最大需要对付的 大概就是朱立伦不能选上党主席 所以我们后面还有好戏可棋 好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今天下午还有一件大事 对很多人来讲可能就忘记了 就是318学运的时候 林非凡 陈维庭今天下午都 再次的被北剑传 那我们来看看陈维庭他的 这个脸书上面写说 24岁的第一天 他说在北剑开318的庭 好他说318呢 这个我们饱受这个诉讼之苦 反观江一话方养宁 已纷纷高升或爽退 爽离退休金 打人的警察仍然 查无此人 他最后说 他说今天生日开庭 哇今天生日 Happy Birthday 他说两个礼拜后又要开庭 他说真是无奈啊 他说他昨天晚上梦到一个梦 就是一走进这个侦察庭 检察官就从座位上拿出蛋糕说 Surprise Happy Birthday 今天没有要开庭 祝你生日快乐 他想太多了 难不成待会呢 有个兔女郎跳出来说 Happy Birthday 就一看也是罗银雪 好 那这个是林非凡的被传换的刑事传票 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说 这个案子已经到现在七八个月 那警察找不到 好下令的人升官了 然后爽退了 可是留下了这个一百多个 一百七十个可怜的学生 他们要付律师费 当然也许很多人跳下来帮他的忙 可是要不断的出庭 这件事情也是非常辛苦的 黄议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的社会公平正义 我觉得其实 林非凡 陈为庭 或黄国昌老师 这些人 他们并不是惧怕 我相信他不是惧怕 他只是在认为说 法院怎么会睁着眼说瞎话 明明警察都有收证贷 那警察打人的 为什么找不到人 那如果说那学生一百多个 上面也没有贴名字 那一百七十几个都认得出来 警察认不出来 我觉得其实 我真的很难相信 过去当然也发生过 警察被袭击 你说打人的 那红龙柱他打人 都不对的 可是问题上就找得出来 那我们警察穿制服 哪个分局哪个 哪个都认不出来 所以我真的不相信 那如果司法是继续这样的不公正 今天他们 他们几个人被传 都是用被告的身份 而且是真字案 这很清楚的 很容易 也应该很可能被起诉 被起诉 当然就一审二审三审 这样一直找 就是真的是折磨你 那其实我想 他们也不怕这个折磨 只是问题说 如果司法用这样 继续用这样 不公正的方式来对待 对待学生 对待这些人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看 那大家会给这些 这样的一个政府 包括这样一块 方养林 爽退的爽退 高松的高升 这样大家 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应该是这个时候 不是第一点了 因为继续 我们都看到这种干预的 补着痕迹在里面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社会大众 更关心的 应该是说 不管是谁施暴 是这个学生也好 是警察也好 都应该要被放在 同一个天平上来审视 而且警察呢 虽然赋予你公权力 但是公权力 并不代表 你可以对手无寸铁的学生 施暴 我来补充一下 对照前两天 马英九在这个 人权上的谈话 非常的突兀 他在那边讲说 有权者 要小心会滥权 然后讲那一堆大家都 台下有一些人 就觉得说 是不是在讲自己 但是你回过头来 大家知道 其实一个国家里面 最会侵害人权的 就是政府机关 对 你看看我们这边 从 远从马英九上台之后的 这个 中国的高官来台之后 连国旗都不准拿 然后在路上打人 还有集会游行的限制限缩等等 再加上这一次太阳花学院的这些动作 我在这个地方 真的要奉劝国民党 你不能够用这样的角度 因为你执政就要这样压迫人群 这样子的执政者 我想年轻人 心里面绝对不会服气 因为你真的是没有保护人权 没有让年轻人 在这个社会上有希望 我在这个地方 真是要 要要劝告所有的司法工作者 如果我们只是站在 制度压迫人权的一方 来帮助这个国家制度 政府制度 来做人权的这个压迫者 这样子的执法者 你名义上在执法 但是我认为你这也是压迫的一部分 这个也是将来转型正义 你要必须去面对这样的社会责任 这让我想起来 因为刚刚法官在说这件事的时候 让我想起来 当时在立法院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有做个大看调 上面写着 这个马英九你是独裁者 他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我们就时光反复到 回到美丽岛时间 美丽岛时间当时也是 针对了所谓的就是抗议者 就是羁押 甚至有的要判到 无期徒刑 包括我们那些 吕秀仁副总统 也是当时的受害者 那当时有几个律师是帮他辩论 后来这些律师 都成为了民主动势 甚至高居到总统 但是当时那些施暴警察 他们有逮吗 没有 那些警察完全都没事 当警察打人 警察用各种手段 去凌路示威者的时候 这些人 他们其实是被消失掉的 你把它比对到这一次 就是时光已经过了 台湾民主法制化 已经过了这么多年 应该是25年以上的时候 我们赫然发现到 在马英九的脑袋里面 他所谓的民主法制 依旧是什么 依旧是他是一个执政 他是一个执政者 他是王 他是个国王 他统律了五院 联令法院都想要申请去 那么在这王的过程当中 有人让他不给面子 开玩笑 司法就介入了 我们在这时候 特别要提到一件事 不要忘记 陈水扁总统 刚刚离开总统府 20分钟之内 就被限管 接着没多久 就上了手铐 那么到目前为止 上手铐的理由 就是所谓的 这个国务基要费 证明是无罪的 可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给 马总统 并没有针对这件事 或者司法 并没有为这件事情 那个上手铐做道歉 所以回过来这件事情的时候 当这种恶力的事件 发生的时候 仿若我们又打回了25年前 美丽岛事件 可是不同的事情是 现在的战争 已经不是拿子弹 不是拿枪支 不是拿飞弹 而是拿什么 拿往这个 我们说键盘 所以我们要说一件 经过这么大的变化之后 我们似乎没有办法感受到 政府对于新的 这个新的局势 因为必须说明一件事 如果没有那三秒焦 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太阳花 三秒焦是因为 五秒焦三秒焦或三十秒 是因为在立法院 国民党执行的一个 所谓程序不正义之后 才产生背后的动作 造成国民党这次全部翻盘 你想想看 到目前为止 这个国民党 党产不愿放弃 他的这个党主席的选举不透明 然后所有的黑箱的动作 充满了这种 所谓的算计的政治 并没有结束 甚至让陈德敏来台湾的时候 可以大放厥词 你来比较这件事 当陈德敏进到台湾 大放厥词 同时间 我们的司法 正在把这些年轻的学子 一个一个拿去做司法审办 你不觉得这个时光 就跟25年前 台湾的统治一样吗 我们真的很意外 很难过 台湾已经进入到 全球竞争化的时候 这种事情还发生 最后我做个结论 当马总统 用所谓的政治力 可能是政治力 进入特征组 把陈水扁上了手铐的时候 就已经宣告一件事情 国民党的挫败 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稍后回来 在318太阳花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有个王兴凯 牙医师 他被当场打了癫痫 那这件事情呢 我相信 江一花忘了 方养宁忘了 罗英雪忘了 马英总 马英九忘了 但是我们没有忘 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影片 不要拍摄 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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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摄 别摄 吃力打头害牙医癫痫 紧胡扯 他太紧张 在新北市职业的32岁牙医师王兴凯 下月23号晚上 报行正月深远学生 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是吗 是吗 王兴凯会面六小时 事后破文说他毫不后悔 王兴凯妻子控诉说 梁智永远高于法治 否则当执法人员已经没有意义了 王兴凯医师在电话里跟我说 他说这半年当中 他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压力 那还记得那个时候 因为他癫痫就是突然被打到癫痫 结果就有人去检举他说 他是不是患有癫痫 然后我就应该取消他的医师执照 他就很幽默地说 当有人冲进我的牙医诊所拿着棒子打我的时候 我就会发生癫痫 好这事情过了八个月之后 这个社会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就算了吗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以骨为尽可以知心替 如果我们不对这件事情加以检讨的话 以后的警察就可以合法的打人 所以这是我们不断地在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原因 那黄委员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人家说一句话 平平是医师 苏清泉没有压力 王兴凯有压力 怎么可以这样子 王兴凯他就是在医学上来讲 这种癫痫不见得是 这种发作不见得是因为有癫痫的塑疾 是你冲到那个冲击 有时候人会突然身体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是还是有人会说 因为你是不是有癫痫的病史 还要检查 所以要取消你的医师资格 你说这个多严重 而且刚刚看到那个VCR 那个人 这王兴凯倒地的时候 旁边人要救护他 说希望搞找医生来 结果警察来了 说你们赶快走 大家试想 如果我是其他 我是其他人 那你警察围上去 搞不好你是要怎么样 你是要对他不利是不是 更何况有一个人 当救护员来的时候 说这个说 这个他是不是头有撞击 他是不是有撞到 警察说他头自己撞的 那马上旁边有人讲说 我看到他被打的 警察说叫你走啦 你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种警察是湮灭证据 而且是坦白讲 这个这样子找不到 这样子吃爆的警察找不到 而且王兴凯当初被打 定格 两个 警察这样拿这样的 找不到 我觉得其实当着全国民众的面前 睁眼说瞎话 这种情形是可以原谅的吗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子 将来施暴的警察 在转型正义的阶段 总是要有被法办的 法办了一些之后 将来就不敢这样侵害人权 那我在这个地方 也要呼吁 我们柯P当选的台北市长 过去集会 尤其大部分都在台北市 我们真希望你在当市长之后 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状况 如果再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 我们会认为说 我们选的这个市长 在这一方面 在人权的保障这一方面 没有得到更多的保障 我们是会觉得遗憾的 所以在这地方 我们对柯市长 有很深的持续 没有 我觉得应该是要求 就是说他当上市长之后 让这些市警局 就是 就是说一定要把人找出来 谁打王兴凯找出来 谁打周霓安找出来 这都已经这么久了 那连周霓安在咨询这个 王卓君的时候 结果他说 找不到 然后呢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